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阿聰 美國總統大選仍然未有最終勝負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選情被看高一線 各界關注的是 假如拜登當選 美國政府在全球各種政策 會否退到從來 特朗普政府在最近一年 與中國的關係急轉直下 最近對台出售新型的軍事無人機 更令台海局勢升溫 拜登被外界視為教特朗普親華 假如他成為新總統 對台售母會否被叫停成為疑問 台灣國防部率先表示 獲得美國政府通知 即使美國新總統是誰都好 經美國國會通過的售母決定 都不會因為選舉結果而被推翻 台灣方面還說 有信心美國對台政策有延續性 強調維持亞太區域和平穩定 是美台共識 這次是特朗普任內第十次對台售母 美國出售的四架衛視無人機 可以進行空對地攻擊 被中國批評是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不過並非所有事都一成不變 美國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今天正式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特朗普認為巴黎協定會危害美國經濟 所以在2017年6月已經揚然退出協定 到去年11月4日正式通知聯合國 並且在今日生效 但拜登立刻回應說 他如果當選 將會重新加入協定 更加計好日子 說77日之後 美國就會重新加入 高調地刮了特朗普一巴 美國作為全球影響力最高的國家 其政策變與不變 牽動整條地球村 美國總統大選 盡快有結果 對所有人都應該是利多於弊 今集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